这里面是我们查询集的内容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模型类之间的关系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 MineScore数据库的时候 表之间有几种关系 注意啊 表之间是有三种关系的 一对多 多对多 还有呢 一对一对吧 那么在我们模型类设计的时候呢 表之间就既然有这种关系 那么模型类之间呢 也有这三种关系 一对多 那么多对多和一对一 比如一对多关系的话 两个类之间如果有一对多关系的话 你需要在多的类里面通过models.forment 可以给它建立一个关联的属性 就是我们从昨天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例子 好 那比如我们这边啊 这个图书类和英雄类对吧 他俩之间就是一对多 所以你要需要在英雄类里面 去定义一个关联的属性 通过models.forment.k 进行一个关联 那么如果是多对多的话 我们这边有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新闻类 还有呢 新闻类型类啊 那么你同一篇新闻的话 我这同一篇新闻的话 我可能是属于这个体育 体育类型 对吧 我们可能是属于这个体育新闻 并且呢 这个新闻 它还可能属于这个国际新闻啊 国际新闻 就是一个新闻呢 可能属于多种类型 对吧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体育新闻的 体育新闻的下面 是不是可能有多篇新闻 对吧 这之间呢 他俩之间呢 就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啊 多对多的关系 那么如果两个类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 你怎么建立啊 那么你要通过models many to many fields啊 通过它去建立一个关联属性 这个关联属性 你定义在哪个类里面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我在这边 我去创建这样一个两个类 一个呢 是我们的新闻类型类啊 一个呢 是新闻类 直接呢 来一个class 然后呢 写上一个news 比如说叫news type啊 news type 然后我在这里面 我继承于models dmodel啊 它这个里面呢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新闻 类型类啊 新闻 类型类 新闻 类型类啊 那么这个新闻类型类的话 它有一个名字 对吧 它应该有一个类型的名字 比如说我叫它type title啊 type name吧 type name啊 等于models d 千 千 field啊 max lens呢 等于这个20啊 那么这个是 是我们的新闻的 类型名啊 类型 名 好 这里面是我们定义这样一个类啊 然后呢 我下面 我再来一个新闻类啊 再来一个新闻类 class 然后呢 这个新闻类呢 叫做news info啊 它呢 继承的是models点 model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新闻类 好 那么新闻类里面的新闻 它可能有一个新闻的名字 对吧 i title啊 i title 比如新闻的标题 我就models点 chafield啊 然后呢 makelens呢 给它指定一个128吧 然后呢 这里面是新闻的标题 i新闻 标题 好 它还有它的一个内容 对吧 内容啊 i新闻的内容 这个内容的话 我就可以的 content啊 比如说就content啊 content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下 我们的models啊 大文本字段 tax field啊 超过4000个字 我使用它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还 还可能有一个新闻的 发布时间 比如说啊 发布 时间 好 这个发布时间的话 其实呢 就是你这个新闻的创建时间 我就叫做pap data啊 比如说 我就叫pap data 我就使用这个models点 data 如果我要精确到10分秒 对吧 年月日10分秒 我就使用这个 data time field啊 然后我们说 它里面呢 关于这个创建时间 你可以指定一个参数 叫做auto not add 等于 这样你去创建这个新闻的时候 哎 这个pap data 对应的这个字段的内容呢 就会自动的填称 填称为你创建的这个实践啊 auto not add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呢 就写这么几个内容啊 这两个类之间 我们说这个类 跟这个类之间呢 它俩是这个多对多的关系啊 所以呢 你需要去定一个关联属性 这个关联属性 如果两个类之间是多对多的关系的话 你定义在哪个类里面都可以 你比如说我在它里面定义这个关联属性啊 哎 关联属性 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属性啊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面 哎 我这个新闻对应的类型是谁 我就可以呢 定一个叫news type啊 比如说叫news type 这样一个关联属性 那么它呢 我们就要通过models.many to many field啊 哎 many to many field 然后呢 这个里面你就要写上对应类的名字 我们应该写上这个news type啊 这里面就是定义的关系属性啊 就是代表这个新闻所属的 代表啊 哎 代表 哎 新闻所属的类型啊 所属的类型 哎 这个关系属性啊 你定义在它里面也可以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如果不定义在它里面 我可以呢 把这个关联属性呢 也定义在上面里面啊 上面里面也定义一个 哎 关系属性 那么这个就代表 哎 这个类型 哎 它下面的新闻啊 它下面的新闻 那么这个呢 比如说我叫type news啊 type news 哎 这个也是通过models dmany to many field 然后呢 写上对应类的名字 哎 这边就写上这个news啊 info啊 news info 好 所以我们说 两个类之间 如果有多对多的关系的话啊 你定义在哪一个 你这个关系属性 你定义在哪一个 哪一端里面都可以啊 都可以 ok 那么这是这个多对多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我们这个 一对一 那么一对一的关系的话 是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 这个 哎 公司里面有这个员工的基本信息表 还有呢 员工的详细信息表 那么一个员工的基本信息呢 它就对应着 员工详细表里面的唯一一条信息 对吧 那么你一条员工的详细信息呢 它就对应着我们基本信息里面 唯一一条信息 对吧 哎 这个关系呢 叫做一对一啊 你拿到这个表里面一条数据 你从这个表里面呢 能找到唯一的一条 你从这个表里面拿出一条数据的 哎 你从这个表里面也能找到唯一的一条啊 这叫做一对一 那么如果两个类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 怎么建立啊 通过models.121 这个关系属于呢 你也是定义在哪个类里面 都可以啊 跟我们的多对多是一样的啊 比如这里面 哎 假如说我这里面有两个类 哎 一个类呢 叫做啊 我这边有两个两啊 哎 一个类呢 叫什么class 哎 叫做这个 哎 employ employ啊 哎 这个basic info 哎 它的基本信息 那么 models.model 好 哎 这个啊 注意 这个呢 是我们的员工 基本信息 两员工 基本哎 信息 类啊 员工 基本信息 类 那么这个里面呢 比如说我要 我这个基本信息里面呢 我就保存这个员工的名字啊 name啊 然后呢 等于models.chartfield 然后machlans呢 等于这个20 然后呢 年龄 等于models.integerfield啊 然后呢 哎 这里面是他的一个年龄啊 哎 姓名啊 姓名 然后这里面呢 是这个年龄 好 年龄啊 那么再往下呢 我们可能还记录他的性别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性别啊 啊 性别 那么这个性别的话 比如说我就叫金的啊 金的 哎 等于models.in这个 managefield啊 那default呢 我给他设计 模仁 就等于这个 false啊 那假如说我们的员工基本信息里面 我就保存这些信息 然后呢 下面我再来一个员工的详细一类啊 员工 employee detail啊 detail 哎 info啊 那么也是继承于models.model 哎 这个类呢 就是我们的员工详细信息类啊 啊 这个类啊 这里面 我们在这边呢 是员工 详细信息类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员工详细信息类里面呢 我们可能记录这个员工呢 比如说我要记录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啊 联系 哎 方式啊 联系地址 哎 联系 哎 地址啊 然后呢 我们比如记录一个addr addr等于这个models啊 点 哎 这个chalfu的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myclass呢 等于这个256 哎 这是连地址 那么我可能还记录他的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这个教育经历啊 什么什么的啊 教育 哎 经历啊 等等 那么 这两个类之间呢 我们说他呢 就有这种一对一的 关系啊 两个类之间如果是一对一的关系的话 你在这边这个类里面定一个关系属性 在这个类里面定一个关系属性 两个类里面在哪里面定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要在他里面定一个关系属性啊 比如说我在这边下面来一个 哎 关系 属性啊 关系属性 那么他呢就哎 代表啊 代表员工的 基本信息 那么我就在里面定一个叫做employee 哎 Basic啊 Basic 那么他对应呢 就是通过models.1 to 1 Field啊 写上对应类的名字叫做employee Basic Info啊 这样就建立了这两个类之间 一对一的 关系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不定义在这个类里面 我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定义在 这个类里面 叫做关系 属性啊 关系属性 那么这个这个就是代表员工的详细信息啊 代表员工的详细信息啊 那么这个详细信息的话呢 哎 我们呢 哎 也是可以在这边直接定一个叫做employee 哎 Detail 哎 这个detail的话等于models.1 to 1 Field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对应类的名字 employee betail if啊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明 就是如果两个类之间 它有这个一对一 或者是多对多的关系的话啊 你你呢 你把这个关系属性 你定义在哪个类里面呢 都可以 但是如果两个类之间 它是一对多的关系的话 这个关系属性 你必须定义在多的类中啊 这是我们模型类之间的一个 关系啊 模型类之间的关系 那么至于这两个类之间 这个关系啊 它怎么去建立啊 这边呢 你先去做一个了解啊 我们重点的内容呢 那就是我们的一对多啊 那么多啊 这边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